最要操作股票的時間點 就是從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大概有70%到80% 你都一定會賺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 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很久沒有 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一些 比較跟盤面比較貼近 或是一個比較中長期的 一些投資的這個標的 那今天其實我的題目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台積電 甚至是0050的走勢 那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說 一年一次或是一年兩次的這個台積電 或是0050的買點就即將要來到了 我覺得這一期的這個 這個觀眾朋友一定要好好的仔細聆聽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好我們先來講 因為台積電其實從 最高點的600多塊一路跌下來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在550左右震盪 非常久一段時間 那我們就跟他說 其實為什麼我會認為說台積電 這個 從現在開始到明年後年的這個 中期買點最佳時間點已經 已經到了呢 當然我有我的這個看法 好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們以照過去 曾經跟大家報告過的一個 股票投資數 我曾經跟大家說過 其實你可以從 這個所謂的 第一季之後 包括說從這個4月 5月6月7月8月9月 你都可以不要玩股票 但是呢 最要操作股票的時間點 就是從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按照過去的這個投資的這個 邏輯裡面來說的話 大概有60%到70%的時間呢 是你在10月買進股票 到隔年的第二 2月3月賣出的時候 大概有70%到80% 你都一定會賺 而且這是指大盤指數 那甚至呢 每一年的最會漲的月份 跟漲幅最大的月份 都集中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我才說 接下來一段時間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好那為什麼 我說台積電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標的 我為大家抓出了過去 約莫是10多年來的這個台積電的走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把大家用框出來的那個部分 框出來的那個部分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每年的 如果我從9月買到隔年的 是1月到2月把它賣掉的時候的 台積電的走勢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以台積電的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 譬如說去年 去年2022年的時候 其實台積電是上漲的 我們看2021年台積電也是上漲的 甚至他創下了歷史的新高 688塊 也就在這一段時間 甚至在 2020年的那一年也是一樣 2019、18、17 事實上大概只有約莫是一次的時間 是沒有漲 但是大概的時間呢 其實都是有漲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從一個 機率來看的話 台積電在這個時候 跟大盤一模一樣 事實上是最好佈局的一個時間點 到隔一年都會有不錯的收益 大家可以 仔細的把這張圖截下來 你可以看 每一個年度的 尾月的那個年度 到隔年的年初 其實台積電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漲的 甚至還有漲幅非常大 譬如說大家 看到這個 2020年那一年的尾段漲幅是相當大 股價幾乎說從400塊 一路飆到600多塊 這漲幅都是 前所未見的漲幅 第二個我們來看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以目前的整個 晶圓代工的這個產能裡面來講的話 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高階製程的部分 那高階製程目前為止 我們知道說其實是供不應求的一個階段 那但是在所謂的成熟製程裡面來說的話 目前是有殺價壓力 好那我們就以這個 目前為止台積電的整個這個製程別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其實 目前的這個製程別來講的話 其實還是以先進製程為主的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如果你以這個所謂技術面的 這個技術平台就產品別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車用啦 物聯網啦 高效能運算等等 還是最新的這個技術 然後大家再來看一下 其實以現階段大家最重視的 就是所謂的3奈米的這個產品 那以3奈米的產品來說 我為大家整理出一個 3奈米的這個家族的這個相關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說其實 去年就已經量產出3奈米的產品 但是因為那個3奈米的第一代 目前為止來說 它的整個這個功耗的表現 或是整個這個效能的表現 不如大家的預期 那目前為止來說 可能大家比較focus 我就曾經為大家說出一個觀念 就是台積電每一次呢 它只要是換代 譬如說7換5 5換3 或是說像10換7 這種所謂的換代主流的這個規格的轉變的時候 其實都會造成它的業績就會暴漲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去年應該是第三 3奈米 5奈米轉換成3奈米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因為去年推出的3奈米 其實大家並沒有應用 所以反而真正的3奈米 是在今年才推出 也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N31的這個製程 那這個N31的這個製程呢 目前為止 已經被包括像蘋果啦 把它包下來了 所以這個這個產品來說的話 就會大量的增加 所以我才說 在一個製程轉換的這個過程 5換3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要非常重視呢 因為 從7奈米 大概每一片是在約莫1萬塊左右 1萬5千塊左右 到了5奈米是2萬塊 到了3奈米是2萬多塊 所以我們假設 台積電的晶片製程是 這個晶片總數量製造是一模一樣 你光是 製程的推進 它就會造成營收的上升 所以我才說 3奈米在今年下半年才正式的量產 所以下半年才開始會進入 過去所謂的台積電的轉換代的那種 所謂的營收業績的暴增的時間點 會落在這個時間 而且你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接下來有N3P N3AE N3X N3A等等那麼多產品別要列出來 所以 3奈米未來 會變成是台積電最重要的產能之後呢 整個業績成長的速度就會比較快 就有點類似上2020年為什麼股價會大漲 就是從 7奈米過渡到5奈米的過程 那經過了兩年多之後 終於從這個5奈米又要過渡到3奈米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再來我就講嘛 因為目前為止3奈米的產能已經都被蘋果給包下來了 蘋果主要用在兩個產品 一個就是iPhone的A系列的處理器 另外一個就是蘋果的這個 這個Mac主機 或是說它的這個 這個Notebook Air要用的 所謂相關的M3的這個晶片 所以至少都被它包下來 那這個產品來說的話 毛利或是說獲利其實會非常非常的好 那另外就是說最近當然有一個傳言就說 這個台積電呢 因為3奈米已經產能被包了 所以三星呢好像會有轉單的這個效應 那我為大家稍微解析一下 目前為止來說以3奈米來說的話 只有台積電跟這個三星量產的出來 基本上Intel已經是沒有得看的一個狀況 所以未來的整個晶片的先進製程的戰爭 中間只剩下兩家 一個是台積電一個是三星 那當然三星呢追得非常緊 甚至這幾天的這個韓國媒體說 三星的這個3奈米的產能呢 這個所謂量率已經來到了60% 甚至比台積電還要更好 那我跟他說其實這是不同的概念 也就是說三星的這個所謂製程的量率60幾% 那是因為他們生產的是一個 SDRAM 就是我們知道其實我要驗證量率 我晶圓廠要一開始驗證量率的時候 我不可能拿客戶的產品來試產 我可能用這個所謂SDRAM 就是一般通用型的產品來試產 那這個量率來說的話三星是60幾% 但是台積電說的是我幫蘋果或是幫客戶做了訂單的量率 這兩個邏輯是不一樣的 因為幫客戶訂單做的東西 通常都是可能製程上面難度都會更高 所以他的這個整體的這個這個量率 當然就不會那麼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才說這兩個其實是有差別的 那你用這樣來驗證說 三星的量率比較好 那三星會有轉單 我認為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都沒有看到具體的客戶轉單到三星去 所以台積電到目前為止 應該在整個先進製程 特別是在整個這個三奈米這一塊 應該還是無敵的一個情形 那當然大家會看到另外一家廠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一直跟大家說的這個intel 那intel我覺得呢 其實之前大家都認為說我intel 好像有機會可以一堆台積電 但是其實根據我們目前為止得到的一些訊息來說 我認為說 其實目前為止intel應該也是沒有拼的一個局面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如果我們看到intel目前為止 他有一個有一個消息就是 他準備呢把這個10奈米的訂單呢 要轉交給台積電 那過去一段時間呢 其實這個intel在10奈米 在7奈米 就是N7 N10 這個他們叫intel10 intel7 那未來的intel的這個2奈米 intel2A 然後intel18 1.8 18就是1.8奈米左右這個產品 其實他們都有相關的代號 但是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的座相當糟糕 為什麼 因為其實intel在從這個 這個14奈米到10奈米以下的製程裡面 他一開始並沒有用所謂的EUV來做 他用DUV 那我們知道其實DUV的產品呢 他的這個量率呢 是會比較差 而且產品的技術難度非常高 所以搞的intel目前為止製程呢 就完全卡在14奈米 10奈米跟7奈米這幾個世代 他沒辦法跨越過去 那沒辦法跨越過去 他就被迫試單給台積電 那你要說 好他現在把10奈米的訂單 都試單給台積電之後 他未來有可能會 這個技術就一飛猛進嗎 目前為止看起來也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原本呢 這個intel有下單給台積電3奈米 他要做一些相關的未來CPU的部分的零組件 但目前為止這個部分的訂單也delay 所以告訴你就是intel他本身在所謂的製程研發上面 遇到相當大的麻煩 那這個麻煩呢 我預計呢 也不是短時間能夠突破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可以大概的說 在以目前的先進製程來說 只有三星是台積電的對手 另外就是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目前為止 當然全世界最關心的就是AI晶片 那AI晶片來說的話 其實NVIDIA包括說這幾天 大家看到黃仁勳去訪問印度 那甚至之前也日本的這個財經媒體也報導出一個 因為輝達在整個AI的市場率相當大 那台積電是最大的受惠者 所以在這個AI的浪潮之下 台積電已經有一個AI產品可以繼續往上衝 再加上衝3奈米的這個產品別是無對手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先進製程這一塊 是沒有太多的問題的 但是其實對台積電現在比較大的問題 是反而出現在成熟製程 因為最近大家看到了一個消息就是 因為中國大陸大舉的買這個DUV DUV也就是說比較 這個約莫是14奈米以上 產品需要用14 20幾奈米或是40幾奈米 這些產品要用的DUV 他們買了非常多 那買非常多進來之後 他們當然是為了未來 可能被荷蘭封鎖所囤積的這些機台 那這些機台最後會怎麼樣 他們一定會生產 所以生產出來 會有大量的成熟製程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就會成為未來可能拖累 台積電或是拖累 國內晶圓代工廠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些成熟製程 他一定沒地方消化 他可能就會有外溢現象 像現在我們已經聽到 很多台灣的IC設計廠 他就跟國內的台積電 然後是世界先進說 你要降價啊 你不降價的話 我就轉單到這個日 這個中國的廠商去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會對成熟製程 形成相當大壓力 那成熟製程這個部分呢 佔台積電約末是大概30%到40%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也會 略為拖累到台積電的一個業績的這個狀況 這個可能這個部分 大家要稍微留意的一個情緒 所以我們回歸到投資面來講 這有幾個投資面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下的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台灣的成熟製程的這個部分 譬如說以世界先進 大家可以看到說其實世界先進的股票 我為大家抓出來他最近的股票 大家可以看到說他的股價 其實就是一底比一底低 一直不斷的在往下滑落的一個數字 他去年賺了9.32塊 那今年上半年賺了2.05塊 你看這個落差其實相當大 今年全年估來說只有賺到4.5塊 從去年的9塊3毛2掉到4.5塊 所以這個等於是獲利幾乎是腰斬的 腰斬的話股價當然就是一個腰斬的這個狀況 那目前為止因為整體的這個市況 大家還看不到一些指點的訊號 所以可能目前為止 大家對他的股價的看法 是比較偏向悲觀的一個狀況 但是反過來我們來看看台積電 我剛才不是跟大家說 其實台積電進入了一個可以投資的一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他經歷到這個股價 從688塊跌到370塊的股底之後 大家如果可以看到從去年的10月開始的 台積電的低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底比一底低 比如說像去年的年底 然後今年的這個4、5月的這個低點 一直到今年現在7、8月的這個低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是一底比一底低 然後一底比一底高 然後這個頭部譬如說以去年的年底 然後今年年初是一頂比一頂高 所以也就是說它其實是處在一個 上升的這個趨勢循環之中 那去年一共賺了39.2塊 那今年上半年是賺了14.99塊 我們用保守的預估 今年大概全年賺32塊 那32塊來說的話 如果你用它目前的本益比來看的話 其實也不貴 本益比也不到20倍 大概10多倍的一個數字 其實這以過去台積電的狀況來說 是一個相對比較低的一個情形 那目前的業績股底也慢慢的浮現 我剛才提到嘛 三奈米開始量產之後 再加上說AI的產品開始放量 這個部分一定會往上拉 再加上說其實整體的產業的調整 大家都預估說 大概是到今年的年 今年的年底到明年的年初 整體的產業循環可以落底之後往上 所以看起來的話 從整體產業循環的這個道理 然後從台積電自己本身 3奈米的這個推進的這個狀況 或是從AI產品的這個推進來說 明年的業績我認為可以 較今年的應該會有一個 比較明顯幅度的上升 今年預估32塊我預估明年的可能會回到 譬如說37 38塊以上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當然業績又恢復一個成長的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股價在這個地方 當然就會有一個相對應的往上衝的一個狀況 那以短線來看的話 我為大家畫出兩條線 就是上檔約莫在580幾到590那個地方呢 有一個上升的這個壓力 那在下面這個540這附近呢 也有一個這個比較大的支撐 所以大家不就不妨用這個區間來操作 如果有回到大概540 530幾或是這個附近來說 可以著量進入 然後往上的時候其實就可以進行一個 比較調節的一個狀況 用這樣區間操作的方式去應對 台積電接下來 那如果有突破590幾塊 或許我們就可以斷定它中期轉強 那迎接下一波大多頭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大家先以這個區間為主 那連帶的 因為台積電也是台灣50 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股 它佔了40%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的走勢 其實大家可以用台積電的走勢去參佐 操作台灣50 應該就是不會錯的一個狀況了 好那今天就為大家報告這個台積電的走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跟時間點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一次台積電的一個 中期買點的這個機會 那我也希望說 大家用一個比較中長期的員工去看待台積電 或是比較中期的員工去看待台股 這樣比較有可能會在這個 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行情中間 會賺取比較好的這個報酬率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本週的節目 那我們下週再為大家整理出更新的這個 產業訊息跟投資訊息 好再見